给你分享一个更新颖的体验 我们听一下这个驼佛伦的声音 万表流行力体验书解析器 在这种标展上 这个是避不开的一个话题 就是关于超薄的竞争 关于超薄的竞争呢 你已经听到很多了 但是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 特别有必要跟你 好好掰开柔碎地剪剪 超薄的精髓 你看这个表 你看侧面 还是两毫米 但是里面又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 我们拿这块表仔细给你讲讲 看看这表都应该很熟悉吧 尤其是这个厚度 而且就在任务网表展期间 也爆出了很多新闻 超薄表的记录又被刷新了 但是我们不要陷入一个误区 就是说首先介入两毫米俱乐部是伯爵 它用的方式 其实对整个业界 包括精通对手 都是有一定启发的 就是它把机芯的夹板和底盖 整合在一起了 这可是决定性的因素 才能让万表进入两毫米俱乐部 这就像当时的苹果 把这ipod融入智能手机 或者是说特斯拉做出了电动车以后 然后大家都来做 有人会说它的性能会超过特斯拉 但是这能撼动特斯拉的地位吗 我们现在不去谈这种竞争了 这没意思了 伯爵它这块表 它是在保持了原来的超薄纪录的同时 加进了一个复杂功能 所以我们进入另外一个赛道 这个赛道就是超薄复杂功能 估计大家关注竞赛的人已经知道了 伯爵这个AOC它里边加的是陀佛轮 这个陀佛轮的开发过程很有意思 伯爵本身是擅长做超薄表的 自然也擅长做超薄陀佛轮 曾经有一种思路 就是把历史上伯爵做过的超薄陀佛轮 看看能不能拿来放进来 结果试了70多种陀佛轮都发现不行 就是这种压力这种极限 逼着伯爵采用了又一种创新的方式做陀佛轮 它用的是环形陀佛轮 这个环形陀佛轮应该说是在陀佛轮领域又是一个创新 因为它用的环形陀佛轮 所以不但上支架取消了 下支架也取消了 而且它可以做到了前后通透 这个镜片是0.2毫米 后边这个镜片是0.16毫米 给你分享一个更新颖的体验 我们听一下这个陀佛轮的声音 博爵这个AOC陀佛轮实际上是开启了新的赛道 如果谁想竞争的话 那么就在超薄陀佛轮这个赛道的竞争吧 我无计中发现 这个AOC陀佛轮是不是目前已知的最薄的陀佛轮手表呢 把你的看法打出来 这就是咱们期待已久的这个POLO 79 我们在日马表展之前其实已经介绍过这款表了 但是没有食物 现在终于食物上售了 感觉确实不一样了 大家知道很多好好运动表呢 它初代的时候都是以全钢款出现的 而它还出现了一些窘 当时的市场觉得就是豪华运动表怎么能用钢的呢 然后遭到了市场的一段时间抵制 后来火了 但是博爵呢没有这个问题 这个POLO 79呢 是它的初代的豪华运动表 而它的初代就是全针的 基本上跟这个差不多 这应该说是博爵致敬70年代初代POLO豪华运动表的一个经典之作 外观呢可以看出啊 从70年代诞生以来 它本身就是这种所谓的整体式设计啊 但除此之外 它有很多很多细节是一般的爆款上没有的 我们先看看这个表盘 这表盘呢和链带表盘表壳形成一个整体的连贯的过渡啊 大部分地方用的是博爵特别擅长的一个拉丝打磨 这些关节的地方呢 还要包括表盘里呢 它是一种特殊的工艺叫GOTON 这是一个法语啊 反弧形的雕刻 我们说这个POLO 这个炫技打磨的时候啊 它比较一个标志性的地方就是内脚的抛光打磨 这种雕刻就相当于内脚抛光 而且为了营造这种连贯的整体的设计呢 你看这些链接的地方 都是这种雕刻啊 这个表盘的地方也是这样的雕刻 这个就神了 如果你再仔细看这些外壳的边缘的这些地方 因为它是一个整体式设计啊 但是它的壳形的话呢 不可能保证壳上的这个纹和表盘纹是一刺锁出来的 它用了一些嵌块 这个嵌块呢同样也用了这种工艺 这是它的厚度 机芯还是很薄的啊 体现了伯爵一贯擅长的这个优雅态度 说来说去啊 伯爵Polo79 达一出生的时候就有一块金表 应该说也是当时的富人的俱乐部的入场卷啊 至于说现在是不是就看你怎么想了 你们中肯定有人会说啊 这全金的呀 能不能介绍一款钢的运动表呢 稍等一下 这个怎么样 这个Polo Date 跟刚才讲的Polo79它的相关的地方 在表盘上你看啊 也是有那个高度的原模雕刻工艺 所以这是它们的一致性啊 这表是伯爵做豪华运动表的传统啊 表圈是圆中有方 方中有圆 最有意思的是它这个表袋啊 这表袋是特质的颜色标定的这个表袋 跟那个表盘也是呼应的啊 伯爵特有的一种颜色 提醒是这样 先把看看上手 OK 超薄也讲了啊 除了超薄以外还有Polo啊 Polo Date啊 这里边如果不深入解读的话 你只看外观确实是很难理解的 好 就讲到这儿啊 如果你认为我们讲的哪些地方有讲的不对的 或者是没有讲清楚的 欢迎你跟我们互动一下 谢谢你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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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